在中世纪,炼金术士们总是梦想着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想把秀极斑斑的铁块变成亮闪闪的金子 历史学家们觉得这些人是怪人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梦想事实上是现实的 如今,我们可以大量生产金块 多亏了那些在炼金术士时代尚未出现的现代发明 但是想要了解这稀有金属是如何点缀我们的星球的 我们得先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的奥秘 金存在在外星球上,它并不是直接形成于地壳上 而是来自宇宙,由于超新星爆炸而来到地球 恒星由宇宙中最简单,最轻的元素,轻构成 由于巨大的引力 轻被压缩并激发恒星的核聚变 这一过程会释放能量,令其发光 几百万年来,核聚变将氢元素转化成一些更沉的元素 如氦、碳、氧 并支持它们快速燃烧,最终变为铁或镊 然而,当核聚变不再释放能量时,核中的气压也会逐渐降低 外层因此破裂崩塌,向心坠入 恒星从被突然注入的能量恢复之后爆炸形成超新星 爆裂的恒星的气压非常大 使得质子和电子被贴在一起 在核中形成中子 中子不带电荷 所以它们很容易被铁元素吸引 很多中子促进了更沉的元素的形成 使得在一般情况下的恒星 不能从银变为金、铅和油 由氢到氦的形成大概要几百万年 然而,超新星中最沉的元素的形成只需要仅仅几秒钟 那么爆炸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不断扩展的超新星冲击波用它的星际间介质推进它的残骸 使其带动周围的气体和尘埃旋转 最后又凝缩成新的恒星和行星 地球上的金字很可能就是这么形成的 在被开发成金矿前 几十亿年后 我们开采这稀有的物质 因为它的稀有 所以开采过程变得很昂贵 事实上,人类史上开采过的所有金矿仅仅能填满三个奥林匹克级别的游泳管而已 尽管它们质量很高 因为金比水重二十倍 所以,我们可以生产更多的这令人垂涎的金子吗? 答案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使用粒子加速器来模仿复杂的核反应 进而产生宇宙中的金 但这些机器只能通过原子来制造金 制造一克金所需的时间像宇宙形成一样漫长 同时花费也远超制成的金的价值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过如果假设我们能够开采世界上所有的金 那么就有其他的地方供我们选择 海洋里大概包含两千万吨未溶解的金 不过因为它们集中在很小的区域 开采所需花费巨大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淘金热 在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上流行起来 谁知道呢 也许在将来超新星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洒落大批黄金 同时不要毁灭地球上的其他物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观看宇宙外围地球深处等课程 了解天文地理